一旦监理站表示 109年度自用汽机车燃料费已经在7月开征 缴费期间自7月1号起到7月31号为止 车主收到缴费单可到金融机构、邮局或是超商零贵缴费 也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是电话语音转账带缴系统操作 以金融火起账户或是信用卡转账缴纳 今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 那请各位观众朋友要就是按时的缴纳 洗衣免受罚 因为如果超过时间的话 会开立那个就是自纳金 那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请大家要按时 那缴费的地点很多 现在有APP或是四大超商 或是邮局那个都可以 那如果你没有收到或是漏掉或是怎样的话 你可以APP上网 那个可以补 或是如果要来我们这里也是可以 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那个监理站 然后分机是107 那个我们就会主动的寄给你 另外引力新冠肺炎持续影响到汽车运输业的营运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提出纾困方案 针对汽车运输业汽车燃料使用费 则是全年减半征收 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营业车的部分也是有一些优惠的措施 从去年的东南108年的东南失业期到今年的9月 那因为可以补贴那个汽车费的50% 那营业车包括就是小客车的租赁车 或是小货车租赁车 或是汽车的货运界 还有遗兰车等等 这个都有优惠的补助 公路总局为了鼓励按时缴纳 并响应减碳环保行动 由于举办了相关的抽奖活动 详情请上公路总局网站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